嗨,大家好,我是Susan,一位生活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原液爱好者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有许多朋友很喜欢吃豌豆煎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种味道和豌豆煎非常相似的菜,蚕豆煎 它的叶片肥厚,吃起来很有质感,而且味道清香 种起来很简单,生长速度也很快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我们先来泡豆子 秋天我们种蚕豆,通常是直接把种子种在地里 那现在为了它更快的发芽,我们最好把种子能够泡发一下 今天呢,我会用整整一包种子 如果您家里人比较多,也可以用两包 因为吃豆苗种子的需要量呢,要稍微多一些 我们种的呢,会比较密一些 直接用清水浸泡豆子就可以 隔个一两天呢,我们要给它换一下水 不要让水变浑浊了 一包种子的数量并不多 如果您家里的地比较大,又喜欢吃蚕豆 那么最好还是自己留一些种子 我泡了四天,蚕豆已经露出了一个白色的小芽 今天我们就可以把它种到土里了 这块地是我准备用来种村窝笋的 现在离一苗还有一段时间,正好可以种一批蚕豆尖 我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割下来的草 现在基本上已经熬熟了 草的下面呢,还有一层厨余 土壤的肥力和健康程度对蔬菜的生长至关重要 冬天我会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土壤的休养上 地养好了种什么都容易 然后我们相隔十几公分,开两条浅钩 虽然土壤下面有厨余和我们割下来的草做的肥料 但是呢,还是需要放一些羊粪作为底肥 把羊粪和土壤稍微混合一下,我们就可以播种了 由于我们是要吃蚕豆尖,可以种的稍微密一些 在这里我种子和种子的之间的间距在五六公分 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块地里种一些蚕豆尖呢? 一是因为蚕豆尖的收获期比较短 从今天播种到收获大约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种蚕豆已经晚了,但是蚕豆尖还是可以的 一个多月之后我们收获完蚕豆尖,正好不耽误村窝笋的种植 第二个原因就是蚕豆有固氮的作用 大多数的植物无法直接吸收空气中的氮 只能依靠施氮肥才能保证作物生长发育的基本需要 不过像我们熟悉的一些豆类,黄豆啊,碗豆,蚕豆,扁豆等 它们根部有小小的根流,能够利用土壤中的根流菌 固定住大气中的游离蛋 所以种过这些植物的土壤中,能够被其他植物利用的蛋肥就增加了 播种后的第15天,小苗已经有三四公分高了 从现在开始呢,它的生长速度就会加快 我们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湿润,不要缺水 这样长出来的蚕豆尖就会嫩嫩的 再等个十几天,我们就有第一批收获了 我的蚕豆苗一颗也没有被蜗牛吃 但是呢,却被鸟刨出来过好几次 所以在幼苗期,大家可以用一个网罩一下 防止我们的幼苗被鸟拙 一转眼30天过去了,今天我们就可以收获了 一包种子一共种了三排,将近半个平方 蚕豆尖呢,不占地方,大家也可以完全把它种在花盆里 现在呢,每个主茎的旁边基本上都长了两个侧芽 主茎上面呢,已经有两到三片叶子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摘了 由于蚕豆的茎比较粗,我们要及时采摘,不要等到它纤维化 大家看这一颗,下面这段茎呢,已经开始发紫了 我们剪的时候呢,从嫩绿色的地方给它剪掉 第一次采摘,我们只需要把主茎剪掉 两个侧芽我们还要留着,让它继续生长 像这么肥嫩的叶子,我们也可以把它剪掉 有两个侧芽上的叶子进行光合作用就足够了 有许多朋友喜欢在蚕豆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 给它打顶,掐尖 蚕豆的这些嫩煎嫩液都是可以食用的 千万不要浪费 而且它味道清香,口感软糯,非常美味 它的味道非常像碗豆煎 收获期又比碗豆煎短 所以喜欢吃碗豆煎的朋友也可以重一点试试 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别忘了我们在嫩绿色的地方给它剪掉 下面有点发紫的茎呢,已经老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 而且它叶片肥厚,吃起来非常有质感 味道呢,也很清香 虽然我们错过了种植蚕豆的季节 奥克兰现在的温度,种蚕豆煎还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它还有固蛋的作用 如果你像我一样,有一块地准备春羹 玉的苗呢,还需要一个多月才能长大 那就正好可以种一批蚕豆煎 我们先把油烧热 今天我只用油和盐来做一个清炒蚕豆煎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入蒜泥或者蚝油 我个人是喜欢品尝它原汁原味的清香 我只需要把它翻炒透,然后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一盘新鲜美味的蚕豆煎就做好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蚕豆煎 建议你可以种一些试试 一个月之后就可以有收获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